一开始知道很错二嘛 那因为他真的对我对我们 真的球员都非常照顾 那他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那种大老板的价值 那从我第一天 在新结束去育龙第一天 我印象很深刻 他那时候在在打球 他那时候在育龙打球 然后那时候钱老师吧 就带我去跟他打招呼认识一下 说这是新来的球员 那他就在打到中途的时候 就球在暂停 然后过来跟我握手 然后说欢迎加入育龙这样子 那其实非常感动 因为他真的没一个大老板的价值 那在加入育龙之后 那他其实对我们也很好 那他其实真的 也常常会找大家一起吃饭聊天 那真的在那些餐序之中 他真的很都会讲笑话 他逗我们开心 就是完全没有那种高高上大老板的样子 高中毕业 到现在就职业生涯的开始 然后影响最深的就是 一个是钱老师嘛 然后再来就是老板了 因为毕竟没有老板 那也就没有这个球队啊 那也没有没有育龙队 当然也就不会现在的我这样子啊 因为其实我们在那几年 其实成绩都不错啦 那其实当然也有 也有成绩不好的时候 但是他其实都看得很开啦 不会给我们压力 也就是不断的鼓励勉励我们嘛 然后就是把我们大家自己 去再好好调整调整 他真的不会跟我们压力 就算输球什么 他都是笑笑的 然后跟我们 大家就是哈拉 谈笑这样子 真的 在他手机在打球 我真的就觉得蛮幸福的啦 我觉得既然老板就这么相信我们 那当然就是 大家都要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去回报给郑明 让郑明给老板看 你相信我们是对的 因为毕竟他那时候决策是这样子 而且 我记得那时候 大家好像 其实不是那么看好我们吧 那时候好像因为 前一年是打新冠军嘛 然后他们基本上是 就是原班底战狼嘛 对啊 但是他 这么相信我们 然后真的是大压全 就是一口气 想要为他批 为他打球 为他再买个冠军这样子 因为毕竟在豫龙真的 那个时候真的是 那个硬体条件 真的是全台湾 那是基本上最好的 有球场 有宿舍 有中央室 有治疗室 真的硬有 竞有 那 真的很感谢他 御龙也希望 把他们今天在 全城剪针的集团老板 也就是颜台太先生 也能够请下来 跟球员以通来分享 这个最高荣誉的视频 然后看看这个剪蓝网的最后 这剪刀是交给谁 颜台太先生 以及夫人陈丽玲女士 那么陈丽玲女士呢 也掌管着御龙的集团的篮球事务 在这个台湾的蓝坛的根源超过四十年的时间 飞哥的精神在此刻 跟所有的御龙球员 以及御龙集团 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由三文底 接下了这座冠军奖杯 拿下冠军金杯之后 所有的球员呢 先要 接受媒体的这个大合照 御龙集团队也特别把这个 陈丽玲女士呢 请到了最前面 颜凯泰先生非常的 这个谦让啊 他这个躲在篮框下面 让所有的荣耀呢 给球员 以及给所有替球团 付出心力的人 拜拜 拜拜 他们来 benevol知道 我们来当地的荣耀 三文雷物 它是一个人称的 什么工程里面 我们在门什么